各位观众朋友 最近我们一些系列的谈话 都会跟AI有关 人工智慧 那今天呢 要先从一个人工智慧 它有多昂贵呢 1000亿美元的代价 就是谷歌 在2月8号巴黎宣布 他们的最新AI工具 待会给您详述 报告之后 第二天市值蒸发掉了9% 不是盖的1000亿美金 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有没有可能避免 给您做一些详细的分析 AI或者人工智能 其实也不是什么太新鲜的事情 可是新鲜的是 现在它的应用这个层面 要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 但是真的到达了一个境界吗 我们可以聊一聊 当然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明星产品 叫ChatGPT 这个产品出来之后 不光是说 等于说 微软把这个有可能会 并入它的搜索引擎并之后 从而对谷歌传统上这样的一个 垄断搜索引擎的地位 产生一定的挑战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搜索企业 百度似乎也突然之间宣布说 我们也要搞一个百度的GPT 那中国是不是能在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人机界面和人工智能领域 再一次实现弯道超车呢 那如果实现不了的话 它根源在哪里 好 话说 2月8号 谷歌搜寻引擎世界龙头 终于发布了 他们对微软AI的回应 那微软AI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我们已经谈过的 用OpenAI为基础的 ChatGPT 待会儿看看区量 可能还可能邀请他 跟我们一些对话 谷歌当然不能做事 因为微软也好 谷歌也好 最近当然一方面裁员 一方面都不约而同地指出 他们的未来加码在AI 所以难怪微软的执行长 在财报的时候 很清楚地指出 下一波最大的机会 就是AI 谷歌自然也是如此 它在6年前 其实是AI的领先者 众所周知的 AI为基AlphaGo 以及它已经使用的技术 但是这几年 它有一点点落后 所以事实上 它现在是在 等于是落后追赶 所以当然它也说 它加码AI 那么千呼万唤使出来 因为ChatGPT 可以说是席卷 全球 没夸大哦 不到三个月以来 全世界已经有 一亿个 不是一百万个 一亿个独特用户 希望这里没有太多 机器人用户 说不定机器人跟机器人讲话 好 那么它发表之后 结果很不幸的 就在一个问头上 栽了跟头 这个问题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也不是那么关心 James Webb 这个Space 这个天原望远镜 怎么跟我五岁 九岁的小孩讲 这个问题呢 就让它栽了一个大跟踪 所以第二天 2月9号 还有事实上 今天谷歌 它所生发掉的市值 第二天掉了9% 就是掉了1000亿美金 所以说 这是个1000亿美金的代价 实在是没有夸张 那我想 您可能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AI有这么重要吗 第二个 从企业管理的眼光来讲 它这一个这么昂贵的代价 有可能 有没有什么可能 可以避免的方法 第三个 这个对企业经营 有什么含义没有 当然我们今天重点 还是一些 这个对我们到底 社会的一些重点 但既然1000亿美元 总是要谈一下 它当然是非回应不可 但其实回应 是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 是可以有一个 所谓的路线图 说我们在未来的三个月 九个月 我们会出一个 什么样的技术 然后它这个名字在这里 让大家会有这么一个预期 然后也许 你进展不错 你在三个月 排不到一半的时候 几个礼拜或一个月 你就上证 这些都是可以来 处理华尔街 投资人 对它开始有点点动摇 世界搜寻已经龙头 有可能技术会落后吗 这种念头 它事实上 是要做一些计时宣布 但是是不是在测试的方法上 还是在一些 什么样的重点 这些 讯息的 因为它这是 Feed Data 它有一些疏失 所以这么冲床上阵 结果真的是摘了一个大跟踪 那事实上 这个事情是算是一个危机 这是谷歌可能碰到极大的危机 那么这种危机 它现在公司就开始进入一个危机处理状态 这个危机呢 其实是有点刺激 办了一招的 这个危机处理 理论上在企业界 我们是见过 这危机处理 等于开始严厉的考验 实行长跟现任团队的能力 所以他们突然之间 就变成有一个倒数的时间 要看它到底打不打得过 违远 因为这个Bard 其实是用谷歌自己的语言 叫Lambda 就是Language Model for Application for这个 Application的这个domain 那这个 它的这个语言 也就是基本上要跟 ChatGPT来打对台 那么当然有一天 也许这两个机器人可以来对话 无论如何 我想这个事情 重点是说 为什么 下一代的AI 能够 所谓 它能够产生 创作 音乐 视频 文章 待会看看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对话 这样子一个生成性 内容生产生 生成的 为什么 这么重要 对我们的社会 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来谈谈这个AI的前世心 是呢 因为在大伟读大学的时候 CS 就讲到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你知道吗 那时候 不要讲多少年了 因为太久了 在网路发明之前 那个时候 用了很多演算法 就跟现在用的演算法 没什么差别 也可以说呢 它那个本身所谓的Algorithm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你说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AI变成一个这么大的话题呢 最主要就是 AI在现在这个经济条件下 总算可以普及化 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多软体的技术啊 都超前硬体 当如果我软体写好了 可是我放在一个硬体上面 如果你今天去chat GPT 你打一个问题进去 然后它10分钟以后再回你 你还会用的吗 绝对不能再用的是不是 还有就是说 你打一个问题进去 他说 哎呀对不起啊 我现在这个 我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我的database 我的资料库太小了 为什么呢 因为hard drive 硬碟很贵啊 所以我可能没办法回答你啊 你要等我去收集这资料 那你还会用 绝对不能再用 对不对 所以那但是今天啊 现在总算能够做到一个程度说 这个硬体还有网路的速度 已经快到 可以处理这一类的演算 然后它的资料也够大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chat GPT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今天大家在谈chat GPT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它真正厉害的是chat那一部分 它的AI是下面那个底层 那你说这个AI是新的啊 你有没有用过Google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Google本身也蛮聪明嘛 对不对 只是你跟它对话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今天的差别是在 这个natural language的process 在input跟output 就是你进去可以用人的话 问他出来 他用人的话跟你讲 就是他对那个 对这个资讯或者资料的组合方式 可以用人比较能够懂的 而不是说你现在Google 进去搜寻出来的结果 你还要稍微想想它 或者组合一下 或者是你要自己来 来做一个判断 说哪一个结果比较正确 所以我今天就随便试了一下 我对电动车很有兴趣 我听过这个节目的人都知道 我打进去一个叫做 有个东西叫做EUV 我说这个东西我没看过 然后这个chatGPT 你说他聪明也可以 但是说他还是有一点点不够聪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知道我真正在想什么 对吧 因为他不知道那个context 这个我到底是在讲哪一类东西 他就说如果你说一般EUV是讲这个UV的一种 就是紫外线的东西叫EUV 但是呢如果你说讲到汽车的话 其实也就是Electric Utility Vehicle 就是比较大一点的EUV 我说这个答案其实总的来说还不错 因为我总不能期待他会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 对不对 或者我之前在讲什么 所以今天这个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而是说你跟机器对话的方式有进步 再加上硬体本身达到了那个可以做到的程度 然后也不会说你知道这个一亿用户 像宏刚刚说的 有多少是付钱的 有多少是付钱的 据说连千分之一都不到 非常少人去花钱去Subscribe 他比较高级的一点的服务 那几乎全部都是免费的 你想想看这还得了 对那你想想看他那个硬体需要多大的压力测试 才能够让一亿人免费的进去使用 所以一方面就像大伟刚刚讲到的 这个应许的这个价格已经到了 他可以忍痛 不是Microsoft 就是这个OpenAI 他花了几十亿 让大家可以免费来使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免费也没不了多久 一方面就是他必须还是要扩大他这个premium user 要付费用户的这个基础 要不然还撑不太久 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广告 那这个广告怎么出来呢 是不是在你说你帮我写一篇文章 那个文章之前 我们非常感谢 因为这篇文章是由某某大公司赞助 能够写成的 到最里面可能还直入行销 讲到说这个小明他经过一家店 叫做Target或者叫做Walmart 他进去买了点东西喝两口 然后再继续到他下一个目的地 不知道这个会怎么样发展 但是可以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会逐渐进式的 我不觉得是革命式的 渐进式的会改变我们跟机器跟电脑 这个交流的方式 这是绝对 那至于说其他的领域 AI应用非常多了 今天讲不完了 感谢有机会再聊 顺便讲一下ChatGPT 它意思其实就是Chat Generative Pre-Transformer 说实话 好口难懂 简单讲就是它是一个 好像转换的机器 在当年我们在研究院 年人工智慧的时候 自然语言处理 被认为是一个无法 是一个过度复杂开放 无法建立模式的一个领域 所以这几年这方面的领域是很多 那么它现在用的方法 基本上是叫做 就是它这是一个学习模式 因为大家知道 基本上这个机器学习 所以你要送给它 许多的这些范例 然后让它知道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做 就是要人来跟它讲说 比如你这样讲是会有伤害的 那样讲是不合伦理的 这样讲是不合法律 这回就有趣了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不是讲到 谷歌跟微软的企业竞争层面吗 但是也讲到美中 应该说中美的科技竞争 下一代就是这下一代的 一个人工智慧 所以讲到百度啊 这些进场 但是如果这个的训练过程 其实是要人来跟它讲 这样子是不符合我们这样的文化 那样子是有伤害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就像一个是极度效忠 某一个专制体制 它的一个文化所训练出来的 这么一个心思意念 思维意念意识形态的 这么一个和在美国 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宪法分立 三权分立成长出来的 真的是不一样 大家不能小看这个 因为社群网站刚开始的时候 不会有太多这样的顾虑 但现在都已经有 极多的社会研究告诉你 社群网站是分裂人群关系 最重要的一个很不幸的因素 它总是给你同温层取晚 你想要看到的 同样的道理 那现在已经深入 这个怎么样改进 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人工智慧 下一代这样一个内容的 一个自动产生 然后它事实上是受 它在一个设计的时候 这个系统 整个系统生态 在意识形态 在文化 在法理 在伦理 跟观念价值上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子下去的话 会有一个中国式的 一个对话机器 它各方面是和美国式的 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子对人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会有 因为人相信看到的 所以当它这样大量出来 其实我可以想象 都好像现在这个 这些无线跟 跟这些摄影技术 成为 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 监视视频 最广泛使用的国家 所以会不会这样的一个 一个对话内容机器 也某种程度 被用来做一个 我们觉得不是很合适的一些 一些影响 甚至来掌控呢 我想这个已经不能叫做 起人忧天 而是几乎可以看得见 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了 不只是有企业 美中 还有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我想的确需要大家持续的关注 而且表达 大家在不同的领域 所思考到如何 有没有可能亡羊 补牢呢 我刚才真的输入了 我们谈的这个话题 给这个chat GPT 然后我就说 您觉得谷歌的 这个Bard 未来会挑战到 chat GPT 你自己的地位吗 他回答的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他首先说 这两个它各自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 反正也有点点八股文的意思 上来先定这么一个信 然后他说 但是我们这个chat GPT 可能使用的这种modular的这些东西 还挺技术的 他就说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更大的组件 然后我们所搜取和抓取的这些信息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本 除了互联网上的这些文本之外 我们还看很多书 还看很多的其他的论文 而谷歌这个是一个比较新进出来的一个新的模型 是由谷歌自己去根据它 比较多元的小型的组件而组装成的 虽然它现在还过早的 就是说现在还没办法说 在长久的竞争当中 谁更能够赢得这样的一个竞争 但是有可能谷歌这样用更小型的models 我不知道这个组件翻译对不对 说潜 potential 也就是说潜在的它有可能是在未来是有优势的 这是chatGPT说它的竞争对手 说有可能会比它有优势的 这非常有意思 很诚实 然后最后一段他总结了一个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大家记住 人工智能这些东西 它还是一个依赖它输入这些信息的质量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风险 对吧 我们也要考虑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在的对人的这种伦理的伤害等等 就是这样一篇三段论的文章就写出来了 那我就觉得首先最后一段是我挺想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微软大量燃指的这个chatGPT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百度 也就马上的宣布了一个 说我们三月也会推出相关的GPT产品 然后甚至中国的另外一家电商的企业京东 说我们京东也要出JDGPT 就是让我又看到一个就是说 我们长久以来一直说中国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创新的能力 但是他们拷贝的能力非常的强非常的快 而且他们在应用上做的往往比西方更强 因为它首先可能市场比较大 然后他们对市场的这种嗅觉对吧 对中国人需要什么 其实他们是非常了解 他们行动也非常的快 可是我转眼一想 我也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可能未来和芯片 和其他很多甚至说电车 这种看起来好像很快就可以超越这种顶级的产业的 龙头的这些产业一样 最终也是面临的它无法越过的一些鸿沟 所以我这个鸿沟不是说技术上的 而是说我觉得是一些底层价值上的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GPT ChatGPT说的很清楚 输入信息的这种质量决定了它最后能够输出的 经过所谓人工智能 经过语言翻译之后的结果的质量 那我就想说中国首先我们知道百度有一个叫百度知道 这个产品其实是从就是说Kora 或者是说有一点点像其他的这种互联网产品 但是他那个百度知道 我真的是觉得你要仔细看的话 底下的回答经常是被这种营销的 低质量的重复的 夸大的 甚至虚假的信息所占领 然后百度有一些其他产品 又对标的是维基百科 Wikipedia Wikipedia的这种编法 它虽然是一个公开的 但是往往它还大多数时候是非常中性客观的 事实的一个很有层次有质量的一个编辑的产品 和中国国内的这种相关的平台真的是很不一样 甚至说在所谓的贴吧 也就是说对标美国的Reddit这样的产品 你都能看到 因为人对网络社区所能贡献和所希望贡献的这种意愿 和他的心态的不一样 而产生的内容上的这种参差距 再加上中国本身是一个有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体制 很多的事情是不允许被讨论的 很多的信息是相对比较片面 经过过滤之后的东西 然后再不要说在科学论文的这种领域 这种拷贝别人或者是造假 学术造假 缺乏这种peer review 同辈的这种阅读和监督的这种机制 我觉得都会对他未来 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 那说到最后 其实AI有人说真的未来可以说 不光是帮我们写程序 帮我们去整理很多的秩序 社会的一些很琐碎的这些事情 他也许都可以慢慢的干起来 甚至也有人说 AI是可以以后就从事一些艺术的活动 甚至说文学的创作 这个我是觉得不是特别同意的 我首先我在想的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所谓的艺术的创造 创造的本身其实是为了求真 或者是求美 或者是求个的 就是善 其实就是真善美的一个这样的意愿 我们在试图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的过程 你说AI是可以用非常零点几秒的时间 也许能够阅读几十亿幅油画 然后最后抽取他所谓认为的这些高光和一些细节 给你拼漆和堆砌出来一个作品 但这个作品本身它没有一个人对一个终极价值的追求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和任何 哪怕是说我的孩子几岁的小孩画的一个蜡笔画 都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说到最后就是说人工智能 也不过就是从人工 是从人而来的一种智能 我们人的创造也有人说 我们人的创造也有源头 那个创造本身可能是一个高估 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的那样的一个创造的源头 我们只不过是在一个已经有的创造的秩序之下的再创造 或者是次创造 比如说天地江河什么飞虫走秀 我们所有的这些气象空间 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已经被创造好的 甚至我们人本身 我们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做创造的身体和你的思维吗 你的样貌是你自己一点一点画出来雕刻出来的吗 不是的 这是一个你被赠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人是在一个最高级的创造之下的次创造 人工智能又是在人的这种创造下的一个再次创造 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未来会真正的 把我们人完完全全好像和一个佛一样养起来 我们什么都不用干 它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不会的 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依然会存在 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会依然存在 这个问题有可能会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上被放大 或者是被管理被稍微能够约束一点 这个取决于我们人本身怎么做 反正这个话题我相信我们还可以一直不停的聊下去 然后关于这个产业关于这个chat GPD 还有更后续的问题 都希望我们观众和我们一起去寻找这样的答案 今天的龙门阵就讲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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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